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两位重量级的选手啊 好 下面我们就先欣赏一下实战 好 欢迎回来 下面我们来欣赏一下这盘棋 李适时的黑棋 李适时和崔哲瀚呢 可以说是同门师兄弟 两人知己知彼 都是全甲龙到场 出来的优秀棋手 他们两个年龄相仿 年龄差距也不大 就是两岁 然后基本上也都是同期的 同批出道 李适时肯定是要稍微早一点 李适时出成绩也要比崔哲瀚要早一些 我记得是在03年他就是已经是世界冠军了 崔哲瀚呢 要晚一些 但是两个人在韩国也都是有一段可以说是并驾齐驱吧 但是以现在的来看呢 总体成绩肯定是李适时要远远好于崔哲瀚 他们两个我记得当年全老师啊 全甲龙老师对他们有过一个评价 也是让我印象很深的 说这两个孩子当年啊 小的时候都是很有个性的 但是也有所不同 都是非常的要强 说李适时呢 如果要是状态不好的时候 要抒期的时候 你千万不要去刺激他 这样的话他有可能 他是由于神经过于敏感啊 这样的话他有可能就崩溃了 他有可能这个最近一段时间这个状态都非常的差 你最好是要鼓励他 就是在他抒期了以后也要鼓励他 这样的话呢 能够让他尽快的调整状态 说崔哲瀚呢 就恰恰相反 崔哲瀚属于是 他越输 你越拿着鞭子要抽他这种类型的 就是你要打击他 你让他觉得自己还不够 努力的不够 自己失败呢 是有原因的 要刻苦努力 你要去刺激他 这样的话他能够比较好的去调整状态 能够尽快的去走出这个失败的阴影 也是很有意思 也说明这个 权老师啊 很用心对待他们 他的每一位弟子都是很用心的 因财失教嘛 对他们的这个不仅是奇上 对性格上的特点都是了如指掌 也是听很有趣的一个故事吧 那我再讲讲这个所谓的败者组 他们这盘棋呢 是KBS被骑王战败者组的一盘比赛 什么叫败者组呢 就是 谈到败者组肯定是这个比赛啊 赛制是一种双败淘汰制 也就是说我们一般围棋比赛呢 大多数这种杯赛都是单败淘汰 就是你输一盘就淘汰了 这是大多数比赛的一个赛制 最后层层的这个筛选最后选出了一个冠军 而双败淘汰有点不同 就是你输一盘 还有机会 输一盘呢就掉入败者组 什么时候输两盘再淘汰 胜者组的跟胜者组的比赛 败者组的跟败者组的比赛 就胜者组决出一个冠军 败者组决出一个冠军 然后胜者组冠军再与败者组冠军进行决战 也就是说对于实力比较强的棋手来说 你输了一盘还有机会 这样的话呢 也是降低了比赛的一些偶然性吧 也是不错的赛制 那所谓败者组很显然 这两位都是已经输了一盘呢 但是还没淘汰 说明他们只输了一盘 还在进行这个败者组的厮杀 我想双方都觉得自己可能有点这个运气不佳呀 怎么掉入败者组了还对上这么强的对手 但是反过来也说明这个韩国这个比赛啊 整体的实力变得很强 因为你想这两个棋手都是败者组的 他们都输过棋了 所以说说明这个比赛呢 也是整体实力是非常的雄厚的 这排棋 大家可能刚才就看到了 对局的进程啊 非常有意思 一上来双方就紧紧的扭杀在了一起 崔泽汉跟李诗石当然都属于力量型的棋手 但是他们两个之间还是有蛮大的区别的 我个人觉得差别还是蛮大的 不能把他们就直接都归为一类 李诗石的棋有人管它叫做僵尸柳 有人管它叫什么 反正就是说或者说是石头非常硬 我觉得这个理解不完全对 李诗石的棋实际上是非常灵活的 我们如果要是经常看他的棋谱啊 或者说对他的棋有一定理解的话 就会发现他的实际上 他对围棋的理解是很深的 他的棋很灵活 棋感也很好 力量只不过是每位棋手都必须要具备的其中的一项重要素质之一吧 谁都这个说是力量啊 或者说中盘战斗力啊 谁都得有 所以说这一点是基本功 这李诗石当然不差 但是说到他更强一些的特点 我觉得是他的这个思维方式和他的创造力 和把这两项和他的力量相结合 他就变得非常可怕了 就是他总能想到别人想不到的地方 或者说是他有胆量去想 别人不敢想的棋 这是李诗石的特点 而崔扎汉呢 崔扎汉相对来说灵活方面要稍逊一筹 他的棋更直接 我觉得是这样的 相比李诗石啊 他更直接 或者说他的计算力要更强一些 就如果单从一个局部的计算来说 崔扎汉要更精深一些 但是崔扎汉的棋 稍这个灵活方面稍微逊色一点 他有的时候比较僵 他由于太直线了 就所以比较僵 那这一点上李诗石 只是要高出一筹啊 可能在全局运筹方面 就会有一定的领先 那我们看这盘棋呢 他俩就是完全 我们可以把他们归成一类棋手了 因为这盘棋的表现上来看 双方一上来就 就好像像是这个 张飞和许楚单挑 这个一上来就赤膊上阵 两个人打得不可开交 实在是 这个也是很有意思的一盘 黑棋挂脚 从这个挂脚开始 双方就每一手棋都没离开过这个局部 我们可以说这盘棋没有布局 这盘棋没有什么布局可以讲 布局的话正常 你挂一个 我比如说脱脱退 然后我挂你 都是比较普通的 比较正常的 那如果要是 黑棋来讲呢 黑棋也有先手脚啊 或者说是 这个手脚都可以 但实战呢 他一挂 一挂之后 白棋紧紧的一加 双方在这个局部就展开了一场激战 这个什么手脚啊 拆边啊 挂脚啊 跟他们都 这盘棋都没关系了 这盘棋大家现在都不考虑这个问题了 这个手脚 我印象中可能是到 一百手以后才去下的 这半盘啊 基本上都是一百手以后才去下的 所以说这个也是 很奇特的一个场面 我想也只有李诗诗和崔哲瀚 他们能干出这种事 也就是他俩这样的 第一是棋锋对手 第二是这个互相彼此 有这么熟悉 这么了解 一个小 从小一块长大的师兄弟俩 彼此有多不服气 所以说才会形成这么有趣的一个局面 双方都很配合 黑棋拖 这个棋拖当然是最常见的定式 还有比如说小尖 跳 这都是局部比较常见的下法 像拖这个是下最多的 白棋呢 一般来说是两种 一种是搬这个 但这个下法已经比较少见了 黑棋挖 无论你是上打还是下打 这些黑棋局部来说都是不吃亏的 所以说这个搬这个的下法 几乎已经是绝技了 具体的变化就不给大家多摆了 因为这是定式嘛 也没有什么太复杂的东西 这个完全可以 大家去翻翻定式书就搞清楚了 这个就没有必要多讲了 接下来呢 这个搬这个的定式也是比较常见的 搬这个黑棋退 这样白棋拆二 最早是虎这个的 虎这个但是现在已经很少见到了 黑棋就尖 这样白棋还要走 或者走这个 这两个选一个 但如果这样的话 这两手的交换 现在大家都认为这个棋白棋不肯 这两手交换的白棋速度慢了 因为人家有这个 最后他就可以飞压过来 这是黑棋的一个局部的一个好处吧 就是他可以这样去压迫白棋 这样的话呢 白棋就 这个局部的子力优势啊 就体现不出来了 你的优势的子力全都去这边了 而且位置很低 这样被人家照过来之后呢 这个局部作战 白棋也谈不上有力 你就要去跳出来之类的 这个属于B站的一种下法 这个棋已经很少见了 所以现在一般都是直接拆二 这个时候要直接拆二 然后黑棋飞这个 这个之后也是比较复杂的一个变化 在我印象中是 在这个上个世纪末 九十年代 就是说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的时候 比较流行的下法 后面也是经过了种种的这个改良啊 大家也是下了无数盘 这个总的来说 黑棋还是不怕的 因为这边是黑棋的脚 黑棋争自有力 某些变化都跟争自有关 好几种变化都是跟争自有关 所以说黑棋呢 这也不怕 那现在就是 这个 大家继续研究啊 继续对这个局部进行改良 现在呢 有更长 就是更多的一种是走在直角 直接拆二 这个直接拆二也是挺有意思的 看上去有点奇怪啊 脱离主战场了 感觉上 它直接拆二 但是这个下法也是挺不错的 就是说 从研究的结论来看吧 这个拆二呢 不给黑棋借用 也是意外的比较好 这个下法 这时候黑棋普通呢 是顶 如果扳 我先给大家解释一下 为什么要顶啊 如果扳的话 它怕连扳 那这个棋 那这个黑棋就比较不好办了 你如果吃 它就长 这样的话呢 你显然棋型是有问题的 你打吃是蒸掉我一个子 但是我这一打 这个棋 黑棋肯定就亏了 你棋一个 我可以尝进去吃 这样黑棋还不活 这个木树本身就很亏 还不活 有点不行 所以说这个棋黑棋 不能打这个 你如果打这个的话 这个也不是很好 这样白棋就借 你如果挡 这棋白棋 就算拐过 也是不错的 打这个的话呢 也可以 打这个也是 也是可以下吧 但是这样的话 黑棋一low 这样 黑棋可以下成一个 比较 愉快的手筋 可以下出来这个变化 但这个变化 即使下出来了 黑棋也谈不上好 接上之后 这位白棋一点 整体还要为白棋进攻 这个黑棋可能也不太行 所以说这个棋呢 这个时候白棋下法很多 就是你 如果搬这个的话 是不行的 搬这个的话 白棋连搬 黑棋是不行的 所以说这个棋 大多数都是顶在这 顶在这 顶在这 白棋退 白棋立 这个时候大家注意 这个时候如果退的话 人家虎一个就活了 这样白棋不是很满意 所以说它要立 立的时候 黑棋 两种下法 一种就是俗肩 这个是比较 比较踏实 就直接做活 这样呢 黑棋木数也不小 可以考虑吧 也是可以的 还有一种下法 就是比较含蓄点 单跳 这个下法也可以 白棋如果拆 黑棋再挡 这样黑棋局部 虽然看上去速度比较慢啊 但是比这个棋型来说呢 可能要更好一点 因为这个木数要好一些 这样单跳在这 是一个棋型 这个手的很结实 木数也要好一点 这是比较常见的一个定式 白棋速度快 而黑棋比较扎实 木数也不错 两分 大致两分 都可以下 但如果这样的话 这就不是理事实了 如果你顶这个的话 不符合理事实的 他这种风格 他是比较喜欢球变 然后比较 布局的时候 不喜欢下这种套路 你要一上来 就下这个套路 他是很不情愿的 所以说理事实 他实战下了一招 比较有意思 他靠这个 这个我觉得 这个 可以体现出 理事实的棋风吧 最起码是体现 他的棋风 这个球变 这条棋呢 不是理事实发明的 首先他 我要跟大家讲 他不是理事实发明的 早就有了 这条棋的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你如果退这个 他是一个问应手 看白棋先怎么走 他在决定自己怎么定性 如果退这个 黑棋再来扳 这样白棋就不好扳了 你如果扳这个 这样我反手 从这个方向打了 冲出来 大家就可以看出来 这两下交换 这个白棋实在是太受不了了 你这顶在人家那个 后势上 顶在人家这个铁头上 自己变成了一个大猎型 这样被白棋 黑黑棋冲过来 这白棋就不用看了 这肯定不行 你无论是吃还是拐 这都不行 这两手损的太大了 所以说这个铐的时候 白棋 首先这个退一个不可取 你退的话 他再一扳 就没棋下了 这棋不行 那接下来呢 就是几种 就是这扳 这扳还有长 这个扳 这个扳黑棋也不怕 这扳黑棋先扳这个 这样黑棋也是不错的 你用粘上 这样他再扳这个 他这两下总是先手便宜 这个总是让白棋很讨厌 就让你这儿有子的时候 他再来扳 这个就是黑棋的一个目的吧 这两手呢 他就当成先手便宜了 这白棋也不好 那接下去就有两种变化了 就只有这个扳或这个长 扳这个呢 也有 扳这个的话 黑棋 连扳 这样会形成一个转换 来去吃 我给大家摆的 这都是比较必然的一个变化 就是之间双方都没有什么余地 没有什么其他的选择 比如这个你不打吃 你走别的 这让人接上 这个就死了 这个效率太高了 就这受不了 白棋也没办法 他只有打吃 打吃完了之后 同样的 你这个如果不走 你就走这个 这被我吃了也不行 黑棋还可以顶 这白棋总之 这打了之后 这个也必须吃 这个将形成一个局部的一个 谈不上定势吧 一种定型 黑棋针了 白棋把这个飞住 黑棋提了 这样白棋 假上还欠一手棋 你如果要补一个的话 这个补起来也不是很舒服 如果搬在这呢 将来它搬你一个 有点不舒服 这个将来人家搬你一个 你要吃这个 它这个打和这个都先手 它这种逼过来 有点味道很讨厌 白棋很不舒服 你要是补在这的话 它也是 它煎你一个 这个将来有可能有关子 有关子便宜 这样将来将来这种 比如说一路倒虎 或者这个有可能先手 这个搬一个 局部白棋 吃的也不是很干净 这个有点 死是死了 但是黑棋有很多借用 有很多节材 这个定型呢 比如说走成这样吧 这个定型局部也谈不上 黑棋就好 但是黑棋 拿到黑棋的一方啊 它能一上来先提一个 然后去经营自己的这个模样 还是可以满意的 因为这样黑棋速度比较快 我觉得这也是大致也是一个两分的一个局面 实战中白棋也没有选这个 它也没有选择这个外扳的一种下法 它是退这个 退这个的意思就是 这个其实是最强硬的下法 这个意思就是你这靠一个没用 你靠完我根本理都不理你 你如果再顶我就理 你这扳我就还是扳 这个他觉得你这没关系 那这不能忍啊 这个黑棋 你这靠一下之后 你就无视过这个 黑棋里试试 他怎么受得了这种行为啊 扳下来 作战 所以说这个就演化成我们刚才看到的那个局面了 双方实际上是 你来我往啊 谁都不肯退缩 才会形成这个局面 这时候白棋 当然也没办法 你如果扳这个的话 这样黑棋就 比如说就接上就行了 这个 他已经扳你这两颗棋子 吓得很重了 这叫过来 这个白棋也是 有点受不了 所以说呢 他只有想扳过 可以顶 这当然的 不能让你轻易的度过 这样白棋也只有力 你要走这个被争死了 只有力 黑棋冲 这都是双方必然的一个下法 看上去手术下了很多啊 其实都是很有必然性的 这时候白棋顶 下到这儿 其实是黑棋有机会 转换的 或者有机会回头吧 他可以走这个 如果长一个的话 这样就是一个 局部将会形成一个转换 白棋拐 黑棋贴这个 贴这个 这样白棋跳一个 比如说黑棋就长 所以这个局部 白棋 如果接住的话 他就打这个 这样的话 白棋可能会清零一点 他比如说拆二 或者是直接挂脚之类的吧 总之会形成一个转换 那将来呢 这个贴下来也是挺大的 贴的话白棋只有跟着搬毡 这也是蛮大的一步 我觉得这样 黑棋也可以满意 看上去黑棋也还行 总的来说 应该不会亏 但是他觉得这个棋呢 让白棋把脚机先拿了 脚机拿了之后 外面白棋又挺轻的 这个黑棋也拿不住白棋 你这个地方不好下 你冲断哪边 他就吃哪边 这个棋是很著名的 断哪边吃哪边 你断外面 他就吃外面 断里面 他就接上 这样他度过 你这个 将来黑棋还得花一手棋提 这个黑棋速度也挺慢的 你现在断这个 他也可能脱鲜了 他可能就不理你了 这个黑棋速度太慢了 局部手数花太多 所以说这个棋 黑棋看成这样呢 黑棋觉得 好像也没什么意思 如果像这样的话 这个棋又平淡了 虽然说形式不见得差 但是李适时嘛 他不喜欢这种棋 他喜欢把局面下的更有 这个变化更多一些 挡住 这部是有点狠啊 这部 这个不给白棋活路了 这白棋只有冲出来 说实话 这个定型我是从来没见过的 这个确实是第一次见到 这局部还可以下成这样的 我第一感觉这个棋呢 黑棋有点过分 我是觉得黑棋看上去 太重了 这两边都要跑 有点过分啊 这白棋先站的脚 大家记住 虽然黑棋全局有子力优势 但是你在这个局部 你是劣势的 这局部人家先站的脚 白棋多一手棋 所以说 你的这个全局上的优势 你体现不出来啊 你在这个局部人少啊 这哥俩帮不上忙啊 所以说这个局部 感觉上黑棋有点过分 但是他就这么下 他在肩 白棋实在是拐这个 这先拐一头 也是让黑棋难受得很 你本身形式在这 但是你现在不敢走 这样被我冲出来 这个黑棋就死了 这你挡不住 你就冲 那我走两下就把你夹死了 所以说这个黑棋呢 只有非常痛苦的 这鱼形勾出 就要勾着出头 这样白棋再尖 白棋这个也是好棋 你如果要是走这种的话 我直接把你贴住了 这黑棋也受不了 这脚上去苦活 肯定是不行的 那你要是正常 你要从这边出的话呢 看这也不行 这个就被我夹死了 所以说这个棋 黑棋 它还是挺难处理的 这个时候 以事实 还是不太好办 但是它走了一个 这个局部来看呢 确实它是一块石头 确实是 它这个绰号叫疯狂的石头 确实是有道理的 确实下得太硬了 这个局部 可以说是 它这个自己也不留退路 也不给白棋留退路 反正就是一条道 走到黑的感觉 这招招都是这个拧着下 我们看这个黑棋继续拧 白棋拐 白棋在拐 这个棋型 大家想想是有点像什么呀 这个您肯定 如果反应快的话 肯定很清楚的就可以看出来 是不是有点像这个扭阳头的形状 这个针子啊 很像针子的一个棋型 双方都是这样的 但是 针子是主要 首先有一个前提是要棋紧 才能够针 这个地方显然黑棋 露着一棋呢 这边白棋露着两棋 所以说它又不是针子 这个 很奇怪的扭阳头 这是一个 那接下来呢 白棋继续扭 这实在是太有意思了 这个棋型 感觉上这棋 黑棋有点过分啊 就还是我们刚才说的那个道理 这个黑棋 你局部人少啊 人家人多打人少 肯定还是合适的 还是占便宜的 人多打人少呢 就怕人家不给你打 就是人家选择一种转换 只要是这个局部 纠缠起来的时候 它多一个人 应该是都会占点便宜的 这白棋 在这个局部始终多个子啊 所以感觉上黑棋是过分 但是 李适适他有劲儿 他觉得这个棋 他可能判断比较独特吧 他觉得这个棋 他也不怕 我是觉得这棋 黑棋真的是有点过分 但接着 黑棋打吃 这打吃意图比较明显啊 这打吃就是不让你度过 你如果走别的 比如说这个很想下 这张棋很想下 先把头出来 但白棋就一手棋度过了 白棋度过不要紧 我们去看黑棋这个就坏了 这个棋型就变得 棋特别的紧 不仅是棋紧 而且也是重的一塌糊涂 这个要是死了 这棋可能也就开始也受不了 开始就死一大坨了 这个不行 把自己吓得很重 所以说他这是 那所以这个棋呢 他不能被人家度过 一度过他这个 人家就安全了 他自己就棋紧 他这时候打吃 打吃的意图就是阻度 但实战白棋 是走了一个跟着拐吃 我觉得这部棋 实在是有点莫名其妙 崔正汉下这部棋 真的是有点很难让人理解啊 他怎么会下这个 这棋当然是应该打吃啊 这部棋出自崔正汉之手 真是确实让人有点想不到 你打吃的话 首先我觉得打吃就是一个先手 你如果拖先 比如说你爬这个 这样白棋 这个头已经封住了 他就一小尖 而且这个爬没有那么厉害 本身这部棋就没有大到那种程度 这将来我继续跳出来的时候 一块棋还是没好 这一小尖黑棋可不好办 你小尖你如果虎的话 这被我一拐 这个局部就死了 这局部黑棋是一个死棋 你是出不来的 这个地方 大家看一下 这个地方你要出来的话 你只有这样苦肉计 冲 我打吃 这时候继续这个苦肉计 我提了 这你卖两朵花再这样走 这外面还能被我打进去 这棋实在是 黑棋实在是好不到哪去 我觉得这个黑棋不能这么下 像这样的话 黑棋肯定有点吃不消 白棋还可以 如果他追求一下 可以接上 多让你吃一个 这样搂在二炉 这更好 黑棋提 这木树白棋还比刚才还要好 就打住 这将来还能把黑棋搜回去 我一般你还得后手去做苦活 这个我觉得黑棋没法看 这样肯定是不行 也就是说 这个如果打的话 应该是一个先手 这个打的话应该是一个先手 黑棋呢 是不能爬这个的 黑棋大概要在这里面走 这个时候白棋可以考虑 你是继续组度也可以 然后你再走这个 其实也可以 或者是就把这提了 我觉得也行 这个地方就重新处理了 白棋先把这个头封住 应该是不错的 或者说就我就立下来 我觉得也可以 这棋 这个爬一个真的不是很厉害 这条棋我不明白 为什么 确实还会害怕 这棋你就算了 就建一个 还是这样 我就不杀你了 但是不杀你你也够呛 这样我把这个一提 这个是先手 这黑棋要补活 他这个要走一个 那我在外面跳 这边已经完全是白棋的后势了 黑棋的目术只有几目棋 只有六目棋 而这边呢 又是一个很纠缠不清的战斗 我觉得可能还是白棋比较好下的战斗 因为这边太厚了 黑棋面对的是白棋的这个后势背景啊 去作战 所以这个打吃应该是毋庸置疑的意思 这步棋实在是太大了 就把黑棋封进去 然后黑棋还要苦活 这个难道白棋还不满意吗 这个我实在是觉得不好理解 所以这汉为什么很执着的跟着打了一个 跟着拐打了一个 或者是他怕断 这个断上面其实也不怕 这个断上面也没什么好怕的 断上面的时候你再拐吃下来就可以了 这个争了 现在你这朵花是提在我的后势上的 提在我后势上 你这朵花将来还要被我进攻 所以说这棋白棋也完全不怕 实际上他跟着拐吃这个中计了 中计中得厉害这个棋 黑棋在一家 这棋白棋 我觉得瞬间就把刚才说的这个主动权给让给了黑棋 李适时开始越战越勇 这样黑棋 这个时候加你比较讨厌了 这个时候你如果反手走这个 那这两下交换白棋实在是亏的有点多 这个他就接上 接上然后跟你断了作战 就行就可以了 所以说这个刚才打住要好得多 这个让人家多一个加脚上已经活了 而白棋这个现在是看不出价值的 所以说他贯彻意图啊 他为了让这招棋有用 他只有先分段 先分段 但是黑棋拐 这时候白棋再打 他可能以为这个棋只要打到这 应该结果是一样的 这个但是崔正汉他是有点低估了 李适时的力量了 他以为这个棋一打 反正我什么时候一打 这就把头封住了 可能粗粗一看 觉得这个黑棋没有办法抵抗啊 但实际上黑棋 接 白棋一切 这样黑棋把它给断了 这个棋断了太厉害了 这个肯定是崔正汉失误了 这棋下到这儿 白棋已经不是很好办了 这白棋还只有拐 就是究棋原因 最主要就是他在这儿滑了一手棋 你这手棋无论如何都是不对的 你如果没有这两个交换 大家看 这棋黑棋也不对 你拐这个我干嘛打吃这个 不理你 对不对 我先在外面走 或者我先去捡 去收你的脚 这黑棋也不行 所以说他这个 这等于让了人家一手棋 在这边作战现在是关键 在关键的时候 去走了一个没什么用的 这个让的有点太多了 但李适时不会错过这个机会啊 搬 这都是好棋 非常好 搬了断了之后才在跳 你如果不搬这下的话 白棋就会打这个 这样你大概只有跑 他再顺势一冲 就把你这两个锡进吃了 如果这样的话 吃了黑棋也是损失有点惨重的 你这就搬不着了 它可以次序妙一点 它可以直接夹 这个你也不敢跑了 所以说这个棋呢 黑棋也不能松 你这个时候如果要是说松一步 因为脚上不活嘛 你想松一步 松一步之后 这个局面就瞬间就不对了 这个棋非常的好 它搬在这 送一个 但是也搬你一下重 当然白棋现在只有大吃了 你要吃这个的话 吃这个的话人家就算还是跑 这就不对了 这棋 再去吃它 整天一尝 就全死了 这边上全死了也受不了 这边黑棋已经出头了 那边白棋全部阵亡了 这个损失太惨重 所以说呢 它这个时候也没办法 它这个时候 就先把这底下吃了再说 这个实惠 黑棋一尝 黑棋一尝 这个时候白棋就 发现这个问题很严重啊 你如果 这边补一个的话 就很想补一个 这是一个 非常大的一部棋 但是你如果补的话 被人家把这个头扇过来 这个白棋有点太惨了 如果提 它就把它处下来 这个不走就要被夹死了 你就跑 跑的时候人家就这样下来 我们看白棋这块棋 现在已经 危在旦夕了 如果后手做活着 外面人家贴出来 这个也不对 这个棍现在也是苦得很 所以说这个棋呢 白棋 它看这个时候啊 虽然这边很大 但是它不敢下了 白棋不敢继续跟着黑棋下 它就提了一个 我们看这个棋 实际上白棋都是非常的难受 按说这个棋啊 肯定应该长在外面的 正常的来说 肯定应该长在外面的 总是不想去底下下这种棋 但是你如果长的话 它就跟着你贴 白棋 还是没棋下 因为这个地方 黑棋已经把白棋线手分断了 再走就给夹死了 那所以说现在这种情况下呢 你每多长一个 让人家外面多贴一个 白棋这块棋 就是增加了一分的风险 所以说呢 它虽然很不情愿 但是也只有去这提一个 它是想给你交换完之后再跑 这样对这个底下这块棋 是处境会好一些 但是黑棋肯定不会跟着你走了 这个黑棋打吃 白棋提了 这双方的主动拳完全就逆转了 现在完全就是黑棋主动的一个形式 黑棋还搬 它先去收拾你这块 搬了长 就长 这个时候白棋呢 这招棋是非常想下的 这部棋巨大 但你如果下了这个的话 可以把这一除下来 这白棋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这白棋又不对了 你这还是只有这样跑 这样我一打 虽然你可以把这跑出来了 但是你看这个地方是黑棋的一个后视 这个地方被黑棋头打过来的时候 黑棋也是很厚的 它就这样飞一飞 白棋呢 这块棋就是一个 怎么说呢 它就是自己跳舞的一个形式了 就没人陪着你一块跑 这钱就只有白棋自己一块鼓棋 而且非常的重 那大家都知道 如果要是有自己有鼓棋的时候啊 那最希望的就是跟对方一块跑 咱俩一块跑 这样就是可以顺势的去直鼓 可以去顺调的去逃跑 那最不喜欢的就是自己跑 人家旁边都是后视 人家旁边都是火棋 就你自己一个人逃跑 这个就是长路漫漫 就看现在白棋跑到哪儿才算头啊 哪儿都不是白棋的家 所以说如果像这样的话 这个棋就太被动了 那你只有被动挨打的份 人家都是比较厚的 黑棋这块棋啊 这不是跟着白棋跑的 大家注意 黑棋呢 它每跑一个就对白棋下面 增加了一份压力 而且它将来一下来 这本身就很大 它这个每跑一个都是有价值的 所以说这个黑棋不算是跟着白棋跑鼓棋 那白棋的每跑一个都是弹关 都是将来还是要被黑棋攻击 所以说这个棋 白棋下到这的时候 它已经非常被动了 这棋让人家常在这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 由于这个拐痴啊 它慢了一步 这个慢了一拍 让别人在这先动手 这个接了直接把白棋断了 这个白棋就来不及了 它的下法都来不及了 都是让黑棋牵着鼻子走 最主要是这个原因 所以说实战像是这样 崔正汉看 这个虽然是眼见的巨大的一部棋 价值非常大 但是它也不敢去抢 因为这储下来太厉害了 这储下来之后 白棋 这块棋刚才说 这个大骨棋重得要命 这块棋呢也不对 让人山还得跑 所以说它忍气吞声 把这个先渡过了 这渡过了呢 其实我们讲 黑棋 它 这一堆棋子 虽然是有九颗棋子啊 但是九颗棋子也没关系 它就只有十八木棋 这九颗棋子 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了 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们看之前说 让白棋度过了 黑棋受不了 黑棋 当时还只有 当时没有九颗 当时好像是八颗 但为什么说 那个时候黑棋受不了呢 因为那个棋 白棋的效率是很高的 它度过 它是一手棋度过的 大家想一想 现在黑棋骗到了几手棋呢 第一个 我打吃跟你这个拐是交换的 想象一下这个刚才的起行 这个打吃 我们外面不管它什么样的 打吃和拐一个是交换的 这手棋双方谁也没划手术 然后接下来呢 我加一个是有用的 我加一个脚上已经活了 你在这另一个是没用的 所以说 等于我这个招是有用 这招棋不能算交换 这个是白棋花了一手棋 然后两手棋 然后三手棋 也就是说白棋本身 一手棋度过的一个棋形 结果花了三手棋 花了三手棋 你这两手棋 等于都打水漂了 之前一手棋度过的话 效率高 三手棋度过的话 那就没法看了 效率低的 所以说这个棋黑棋 它虽然说是这个九颗棋子 但是它已经很轻了 这九颗棋子 已经完全就是18步棋而已 已经完全不用跑了 那它可以腾出手来 放心大胆的去收拾白棋 所以说 这个实际上 我们看白棋下到这拐的时候 现在是一个黑棋 非常非常主动的一个局面 这个手里事实呢 也是优势蛮大的 归根结底是白棋之前的一步还手吧 所以说这个大家自己下棋的时候也要注意 就是在双方扭杀在一起作战的时候啊 一定不要下出还手 这个时候的每一招棋的效率都非常关键 随着还能一招还手就亏了两手棋 大家想象一下 这个一招还手就亏了两手棋 你在普通的局面下 你亏两手棋就已经非常可怕了 其实在双方扭杀在一起激战的情况下 你亏了两手棋 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 所以说 我觉得这个时候实际上黑棋 这个 就不说别的 就从这个效率来看 黑棋就已经是非常充分了 白棋就已经不太对了 那么接下来呢李诗诗当然还会对 随着还这个左边展开一个进攻 那他将如何去收拾白棋呢 我们还是欣赏一下实战 欢迎回来 下面我们继续欣赏实战 这个 黑棋 一场白棋拐过 下面黑棋肯定是要对白棋的左边这一对棋子 发动一下进攻了 因为这块棋大家看是非常的重啊 白棋这块棋这个被黑棋打成一团饼 棋型很不考很糟糕 而且它非常的重就不能死 所以说黑棋呢当然要去 趁着这个机会去收拾它一下 黑棋实战点这个 之前给大家讲过李诗诗呢 他跟崔正汉相比 他棋风比较灵活一点 这点上大家也能看出来 他现在虽然弄了九颗子 看上去他这个大麻花不能轻易被吃啊 但实际上他就脱鲜了 也没什么大不了 现在想一想 这个也就是 我们刚才说的 也就是十八木鞋而已嘛 所以说呢 他就脱鲜了 这个没什么问题 现在是黑棋这九颗棋子 已经发挥完作用了 所以说李诗诗的棋呢 他还是很灵活的 这个时候白棋 他不能跟着硬了 不管你走哪儿 你挡着或者沾着这个 你走什么被人家一拐起来 这块棋都整体要死去了 而棋型实在是太差了 大家看这一个大秤驼 这驼子 没有眼位 实在是太难够 太难看了 棋型太难看了 所以他只有往外爬 这先挣扎一下 当然黑棋也是不能断的 你断的话 人家一挡 这棋不够 黑棋呢 就利用白棋棋紧的这个缺陷 去欺负白棋 去先手定型 这是黑棋的一个目的 白棋搬 这个地方双方也都是必然的 打吃 火 这样黑棋长甩 这长甩之后 白棋本身他是很想 继续跟着黑棋走的 比如说你走这个 局部来说 黑棋是不活的 白棋一尖 这样局部来说 黑棋是一块死棋 当然了 他要是想做活的话 他可以这样活 这真是太委屈了 你去爬二路 猛爬二路 让人家跳在外面 这个得不偿失 就是如果单从 这个局部来看 白棋这样下 黑棋很危险 但是白棋现在不行 你如果这样的话 黑棋爬 黑棋把这个一接 这样白棋就坏了 这将形成一个杀器 但是白棋气不够 这一爬之后 白棋整块不活 这样挡 我一爬 这样是我四棋 你三棋 这个白棋 被黑棋吃掉了 所以说呢 白棋现在 他是很无奈啊 这个 这部棋很大 但是不敢走 怎么办呢 就只有先做活 没办法 这个只有忍 大龙不能死 我们刚才说过 这个这排棋 好像没有布局 从一开始 双方就绞杀在一起 这边我们看 还是黑棋两颗棋子 动都没动过 这边呢 已经这昏天黑地的 杀的已经 非常激烈了 白棋接上 交换两步之后 补上 终于是做活了 这样白棋终于 是把自己下活了 黑棋一尖 这部棋也是巨大 这个棋呢 黑棋是 这个白棋局部 是一个静活 就算黑棋这边有子 这白棋也是活的 因为你一拐 他就挡住 一吃 他就 虽然委屈啊 只有两步棋 但是他毕竟是活的 所以说 这个时候黑棋呢 他也只有去这尖 现在脚上兴棋 这样 是一个次序吧 这个地方 已经不用着急下了 这个局部 接下来 这个死活 也是很有意思的 这个局部的死活 非常妙 如果要是说 这个 白棋如果想杀 黑棋的话 比如说加这个 这个局部 如果白棋想杀 黑棋的话 黑棋还真不是 一个近活 这棋真不是 一个近活 他加这个 黑棋有挡 如果飞这个 飞这个不行 飞这个可以就接上 这样 局部是一个双活 走我就拐 这局部 是一个双活 这个黑棋 是活的 你弯一个 我就一挤 这个 不是倒板舞 这是 双方谁都不能下 那白棋 正确的下法 是单爬 单爬 是有区别的 单爬这个黑棋 不能接啊 你接我挡在这儿了 我不接这个 我挡这个 黑棋气就不够了 那黑棋呢 就只有拐 或者挡 这两个实际上 是一个意思 你拐的话 我就断 由于黑棋气很紧啊 大尺 踢掉 白在一弯 这局部是一个 缓一气节 像这样 是一个缓一气节 黑棋气节 当然黑棋 如果这个 觉得结他有力 你也可以脱鲜了 脱鲜了 他也吃不掉你 而且这个节 白棋一旦打败了 木树是大损 木树 我们看黑棋之夜 都提了 黑棋有石木棋 这个不仅这石木 这将来拐 白棋还搜成两木苦活 这实在是 木树太损了 可能这一个局部 就得亏出去 十三四木 这个本身是 一二三四五六 七八九十 本身白棋 石木棋的 就刮成只有两木棋 而且黑棋 这还得搬一个 送一个 所以只有一木棋 等于说 那这个脚上 黑棋又吃出石木 所以这个节白棋 不能轻易的开 那也是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局部的死活吧 这个是 这家是有棋的 这个不是 黑棋不是近活 黑棋如果挡这个 这个一样 如果挡这个 这样白棋也是 搬 这个局部呢 还是不是近活 如果打 我也是勾一个 这白棋 做住这个 就是可以了 如果拐 跟刚才一样 我是扑了之后 再弯这个 这个棋 还有点意思 那实战呢 白棋单点 单点这个 结局部棋 还是应该说是正确的吧 从木数来说是正确的 因为那个打结 毕竟损失太惨重了 打败了 亏了接近15木 白棋有点受不了 而且白棋 这个现在的局面 它没有什么 太合适的结材 而且是缓一期结 你又不能找太损的结 所以它点这个是正确的 点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它你如果结 就中计了 这样我就不加这个了 我就一拐 这黑棋就坏了 这黑棋成了紧气结了 你这弯 就被一爬就死了 就挡住 那我一挡 这你还只有主动跟我去开结 这结黑棋不行 那你如果顶 这样我也不是去加了 跟你去走那个赖皮的缓一期结 这样我可以单跳 这个局部呢 黑棋 也不是一个近火 黑棋就比较麻烦了 这个局部黑棋 比如说你走这个 走这个我就一接 这样呢 将来白棋下一步要铺 和轮黑棋下 黑棋只好接 接的时候 我如果这个心情很好啊 我就可以搬这个 我如果要是说觉得空够了 我就可以拐一个 拐一个是个双活 线上双活 我如果觉得这个跟你打结 可以 白棋应该会选择这个 因为黑棋这个结是一个消不掉的结 这是一个万年结 这太讨厌了 将来白棋可以就放这了 你黑棋永远也消不尽 这个结黑棋永远也消不尽 那白棋随时结它有力就把你打死 这棋黑棋也是很饿的一个棋型 所以说呢 这个棋它点的时候 你狗这个也不行 狗这个被它一跳就坏了 那实战里是实 下了又下了出一步妙手啊 非常的好 这部棋非常的妙 这可以说是局部唯一的一种 破解的方式啊 就是白棋的这个 对付白棋这个妙手啊 黑棋唯一的破解的方法 就是实战的这个勾 这部棋看上去有点奇怪 勾在这儿 这个棋型很怪啊 但确实是要点 这个如果你拖 这样我再接 这个棋局部就是一个双活 就没有什么好说的 那你如果断这个 我就坚住就可以了 所以说呢 它勾是跟你交换完了之后再接 如果没有这首交换 我们刚才说过 直接就拐死了 所以说这个勾也是一个次序 非常巧妙的一个次序 随之汉这时候发现 无功而返啊 自己本来企图占点便宜呢 这个点 现在发现没有什么效果 对 这个时候黑棋优势就已经很明显了 黑棋斑 在黑棋这两个 我们刚才说一个星位一个小木 这两个空脚现在还没动呢 在我这边优势的 呃 紫利的这条边我还没有下呢 在你略 在我略适的这条边上 黑棋已经占到便宜了 我子儿比你少 但是我局部已经占到便宜了 这很可怕 就我们刚才说的白棋 之前亏了两手棋 这个效果就提前出来了 这样白棋断 黑棋尖 这个局部就已经高一段落了 这也没什么棋 跳 这也没办法 只好自补 黑棋拐 巨大 这部棋 非常大 这时候白棋呢 本手大概是跟着长 但你如果这样的话 黑棋就中央 就中央来一个就可以了 呃 这样的话 黑棋只要这块棋 不会被白棋威胁到 那么黑棋的优势就非常明显了 这个地方白棋呢 将来双方都有权利去吃 所以说双方都不点木 那白棋这个地方 我们刚才点他的石木 其实还是石木弱 因为我吃掉的话 你就将来还要补齐 大概是八亩 八亩 九十 十一 这个白棋看得见的木数 好像就 石木棋朝上一点点 这就是白棋看得见的木数 而黑棋呢 这是已经十 十一十二 十三十四十五 十六十七 黑棋已经有接近二十亩了 而白棋在自己优势的一个 子力的这条边上 才石木棋出头 也还不如人家木数多 而且这个棋 白棋也弹不上后 你这个走过来 我还要逼住你进行进攻 所以这个棋 要是普通的下下去的话 这白棋已经是大败了 这受不了 所以说这时候 他也就拼一下 他走这个 这也要威胁你 你如果肯补方 那我就算了 那我就 就先手便宜了 这下先手便宜也是 非常的大 那你如果不肯补 那别怪我不客气 我说尖了之后 可是要威胁你了 你刚才这个后世 现在我可能 就被我当成薄棋来攻了 但是李适时啊 不愧是这个 栗战之王 他 确实是力量太大了 在这时候 什么理都不理你 直接把你跳断 这步棋真的是狠 这个太厉害了 这直接跳断太厉害了 你如果挡 他就直接给你顶断 我们看这样 一顶断之后 白棋 这个基本上就死去了 这个不能再跑了 你再跑我就尝出来 实在是跑不动了 这又没有眼 然后又气又紧 所以说 他如果更狠 也可以考虑斑断 但是斑断的话呢 就是自身稍微 有一点风险 这样黑棋器也比较紧 这样白棋可以打两下 之后去跟黑棋杀气 总之这个棋呢 这顶段就已经很简明了 这白棋不能贴 只有飞 飞的时候 其实黑棋啊 它就最简单 它就冲断就可以了 这棋白棋 也都是 这个很糟糕了 这个棋当然是 局势非常的 不乐观了 这只要做活了 黑棋还活出十木棋 加上那两块都十五木棋了 要二十五木棋了 白棋哪儿 去哪儿找这个木啊 这肯定是白棋要大败的 但李适时呢 它更狠 这个我们都是 觉得没有想到啊 李适时 它居然走这个 它连根把你断了 我觉得它这有点是 杀红眼了的感觉 这个 太厉害了 这部戏 这样白棋也没得退路了 这个只有 你死我活 只有去杀 先贴这个 这个没什么好说的 双方都是 棋型啊 下的棋型的要点 像 因为上面已经被黑棋断了 这个 这个点不能再被黑棋断了 如果断了的话 白棋 气太紧了 实在是没法作战 所以它只有粘上 这时候大家可能会问 这个黑棋不是 我这冲就死了吗 把你棋筋吃了好不好 但这个是不便宜的 冲一个 首先白棋筋一打 你要跑的话 它就可以接上 这个吃的是太小了 再一个 这个地方白棋断一个 是很讨厌的 这白棋断一个是 将来啊 比如说我这个 一旦把这个接上之后 这一断之后 黑棋就坏了 它这个顶先手 你加不死它 加不死你就冲 但你一冲的话 这个气又是紧的 一塌糊涂 所以说这个棋黑棋 暂时还是不能下这种 这个冲这种棋的 这种冒险的棋不能下 它就踏踏实实的补一个 不过这个也是很好 其实这时候 李适时 它当时应该是 思路是非常清晰的 我只要把你这个点分断了 然后我自己又跑了 你这两块棋怎么处理啊 的确是这样的 我只要这块棋 我顺利的出头了 你这两块棋 可不就是要交代一块吗 所以说呢 这个时候黑棋 还是思路很清晰的 它不贪吃 不着急去吃 早晚是我的 白棋这个飞出来 这都是很无奈的下法啊 棋行很怪 但是没办法 你这样气了肯定不行 这太大了 你这样打也是大素手 你这爬多少个 这底下还是不活 这被人家这个铁头拐在这儿啊 还是不活 所以说他只要走这个 再跳 这样跑出来 先跑出一块再说 这个时候呢 黑棋他实战里 实时可能是 觉得这个形式 优势比较大了 他就算了 选择了一个 妥协的一种下法 我觉得这个棋 黑棋 就是最好的下法 肯定是应该先出头 这个时候 白棋当然是 必须要跳的 这个棋不能被黑棋走过来 黑棋这个一飞 白棋就死了 就进去了 所以说这个棋 白棋只有跳 跳的时候 黑棋再来打 这样先出头再去打 这个白棋还是两块 很危险 这些白棋 应该是不行的 因为这一打吃之后 白棋这几颗锡子 已经死了 那几颗锡精 已经要不了了 你这勾回来之后 我这个挤先手 挤完之后 就把你冲死了 你走别的也不行 你走这种 我就直接 我就直接顶这个 这就死了 所以说呢 黑棋煎完之后 再去吃这个 这也是很文件的 一种下法 也是利于不败的下法 白棋还是没办法 他实战呢 直接打吃 直接打吃 反正就是 给了白棋一种选择 白棋实战也就算了 双方 这个比较和气啊 这样的话就算了 把白棋先顶一个 这是木树上的便宜点 比较细腻 这个下法也是 没什么大关系 白棋实战呢 只好选择弃子 弃子 但是 黑棋本身 木树就吃了相当的大 相当的实惠 这块棋现在有25木了 不仅木树实惠 这个地方还是可以断白棋 所以说 这冲死之后 黑棋依然是优势 非常的明显 这个棋 白棋 中盘作战 这个战斗下来啊 一开始是就双方围绕着 左下角的这个定性去 展开了一个攻防战 现在呢 中盘阶段 双方又这个在左上角 进行了一算定性 但是白棋依然是没有什么起色 局面依然是很被动 不仅木树 略适 而且这个棋还欠着一个断点 非常严厉的断点 这都是将来要白棋要还债的地方 那接下去 白棋终于腾出手来 他把这个夹住 我们之前说的 黑棋这九个兄弟 算是壮烈牺牲了 他没有去很执着的去跑 那白棋现在终于有机会腾出手来 去吃你这几个子 但是也没关系 那现在想吃了也都是干木 将来我这个 这种地方一旦有子 我还能跑出来 这个黑棋还没有完全死尽 就这种地方有子吧 还能跑出来 所以说这个棋 白棋吃的也是很没意思的 很无聊的 就是一部 这个大厂而已吧 跟其他大厂也没有什么太大区别 就说走到这儿呢 可以说基本上是中盘战斗高一段落 黑棋优势是非常明显的 不仅实地优势 而且从后保上来说 也是黑棋比较厚 黑棋这个两个空脚 现在还都没有发挥 在他们都没有发挥作用的前提下 黑棋已经取得了优势 那接下来双方将进入到关子阶段 随着汉要加油了 因为这个棋还略是比较的明显 好 下面我们还是先看一下实战 双方的实战进程 好 欢迎回来 下面我们看一下双方后半盘的争夺 那白棋终于腾出手来 把黑棋的这个九颗麻花啊 把它吃掉 但是也吃的其实一点都不香 这个干巴巴的都是干籽 这个确实跟麻花似的 没什么油水 接下来黑棋手脚 这部棋是非常大的一部 当然这个时候可以看出 李氏石现在已经是非常的自慢了 形式已经非常好了 他才会选这个 要不然的话他肯定是直接断掉 这一断白棋还是很难办的 这断了之后白棋是非常苦的 就不断的话 其实黑棋在这手脚也是很大的一步 因为这样你不走 我下一步再断 你受不了了 再断的话 我上下两块就必死一块了 那你要补一个的话呢 这个让你单关补 我这跟手脚交换 黑棋也是可以满意的 但李氏石呢 他这个时候就算了 这个时候 叫穷扣墨锥啊 他就因为形式太好了 他就不下这种比较狠的棋 就跟着你手 当然了这部棋本身价值是巨大 白棋现在这是一排后市 无论如何 白棋这也是 你不能太低估他的这个威力啊 他挂过来的时候 是非常可怕的 这边就将实地化 那这个 还是有一定规模的 所以说黑棋要限制他一下 白棋挂脚 这个黑棋守住 都是很本分的 踏踏实实地跟着手 接下来白棋把这个走住 这部棋就本身价值来说 肯定不是很大的 他很很想走别的 比如说这种 这个 这招本身目数就大 而且 他把自己下的厚一点吧 间接地护着这个断垫 这是很想下的 但是他为什么选了这个呢 也有一定道理 就是如果你这点让被黑棋占到的话 白棋就比较麻烦了 难道你还要花一手气再去吃吗 我们刚才说了 这麻花已经吃了干干巴巴的 没什么味道了 那再嚼一口呢 实在是太无聊了 那你要是不走的话 这被黑棋冲出来 这也不对 他跑了之后 这一尖白棋还不活 那这受不了 这个 跑出来本身也毕竟也二十木棋呢 小二十木呢 所以说呢 这一拆边 它是一个先手 这让白棋太受不了了 你还要跟着下 不管你下什么 你吃这个不肯 你走这种 它又很损 局部来说 又很壮 这个棋本身形势就不好 你再下这种损棋 让人家定型 那很快就没有机会了 所以说这招棋 本身虽然价值不是很大 但是 它也必须要下 看上去是后视为控啊 但是 它是不能省的 你被人家拆了之后 也是不信 所以这时候黑棋 争得了一个宝贵的先手 把他断掉 这个棋还是要断 这个断是不会亏的 就是这种地方啊 大家 可以体会一下 这个是高手们的一个思路 虽然他形势很好 虽然他自己也知道 自己形成很好 但是也还是要断掉 这个断并不是说要跟你作战 或者是一定把你吃成什么样子 不是这样的 而是一种定型的方式 这是一种定型的方式 一段白棋必须长 黑棋从这个段开始呢 就将形成一个什么局面啊 大家想象一下 就是白棋就脱不开手了 脱不开手了 那你就一直要跟着我在一个局部去纠缠 这个局部不管我是便宜了还是亏了 那最后会形成一个结局 就是这个局面定型了 即使我这个局部亏了 但是棋盘就会变小了 就是你可以下的地方就会越来越少了 所以说这也是断的一个目的 这是他高明所在啊 就是尽快的去定型 让你将没有地方可以去跟我拼 黑棋场 白棋比顶 就是由于这都是先手 所以说呢 他放心大胆的 以最快的速度去出头 黑棋跳 这样很快棋就定型了 所以说呢 这个白棋也是 他很不愿意看到这个局面啊 但是他没办法 因为你本身形势落后 你再不抢控的话 这还优闲的补一个呢 肯定是 这个差距就越来越大了 所以说他也没办法 这时候呢 他去收起 这是白棋的先手权利 把白棋铺 这个地方白棋显然是 存在着很大的缺陷 但他管不了那么多了 先飞过来 其实黑棋随时一搬 这白棋就死了 这大堆棋子就死进去了 因为你这不可能这样钻出来跑 这钻出来是一个大裂性 这黑棋一冲 我就算粘回去也可以 这个白棋 这个左右棋行都裂掉了 这个是不行的 所以说我一搬你 这只有这个棋子 就这样 然后我随时一走 这个 我们看这是十 实际上是收入是六 这有大概有 二十五木棋 就收入囊中了 也是很实惠的 但是呢 他现在觉得 这个下面更大 黑棋是走的这个 白棋大吃 这时候感觉上白棋 应该是进入独秒了 他这些下法 应该都是独秒打僵的手段 然后打入 当然这个吹车翰 他也明白形势的严峻啊 现在肯定是非常的不利 所以说他也就先 能拼的地方就先拼一下 按说其实这个棋 总得补一个 正常的话 总得在这种地方补一个 这个但是不是很好补 你补起来都很难受 我补在这呢 将来被人家一拐 你还是没有眼 你补在这呢 这个棋型都太白板 补在这大概是差不多吧 大概只有补在这 但是补在这 毕竟又花了一手棋 这些继续让黑棋唯控 这个棋恐怕是凶多吉少啊 可能就没有什么机会了 所以说他放着这个25棋 这个放着自己的这么一大块 大尾巴 他管不了那么多了 他先进来 进来的时候 当然黑棋随时可以吃啊 这个吃是没有问题的 但你吃就是有一点不好 吃完了之后呢 他毕竟白棋有五口气 这样白棋先手一断 就毕竟他有五口气 可以跟黑棋这个去骚扰黑棋一下 或者说是这种拖了火啊 给黑棋做个结之类的 这个也是比较讨厌的 就黑棋这边味道不好 他联络上有一定的缺陷 所以黑棋暂时他不肯去吃这个 吃这个其实想想也就25棋嘛 25棋的大厂跟这种拆二什么都差不多大 本身木树价值来说差不多 或者跟这个跳也差不多 所以说那价值不是绝对大的时候 我给自己这个吃完之后 给自己找了一定的麻烦 这黑棋肯定是不愿意的 那他是怎么定型呢 他是理事实是很有意思 他选择了一种 比较这个比这个吃吃子啊 更为积极的一种下法 他是点这个 这个也是非常狠 而且也是跟我们刚才说 这段的意图是一样的 就是定型 实际上他也并不是说 要把白棋吃掉或者怎么着 他也知道吃不掉 但是呢 我只要把这个头一出来之后 你又逼着你在这个地方去撞 去定型 那这棋很快就下完了 就这盘棋很快就没有地方可以下了 所以说这是他的一个意图 那白棋这个时候只有拼啊 他每个机会都不能错过 靠 随着汉也是很拼 这个地方吓得非常猛 靠连斑 这个简直是 太不拿理事实当回事了 反而把黑棋靠断了 但理事实还是脾气很好 他选择了从这边打 如果从这边打 双方将形成一场激战 这个也是随着汉 比较喜欢的看到的一个局面 这样他把它就退回来 这个棋 虽然看上去白棋是很危险的 黑棋就以某种方式跑出来就行了 因为这个冲断很厉害 这个地方你若不走被我盖过来 白棋也够呛 所以这看上去白棋还是挺危险的 但是毕竟白棋这个是最后的机会了 他可以这样拼一下 不管结局如何吧 他这个拼搏的态度还是值得肯定的 就必须要拼 要不然的话就等死 等于说是 那这个时候黑棋 李诗石他突然发现了一个 比这个更简单的一种取胜的办法 或者说是更简明的一条路 他直接从后面打过来 这也很有意思 白棋机 这时候黑棋挡 他交换了几下 反手再把你这个 我们刚才说的这条大尾巴给它切下来 下来之后呢 白棋只有断 黑棋接住 这样黑棋比刚才味道要好得多 大家想刚才白棋是断在这了 断在这的话 黑棋气很紧 那现在呢我不仅把你吃了 你这个地方没有紫 这个地方没有紫 换句话说就是黑棋味道非常的好 那我将来 你无论走什么 我都跟着你走就可以了 你断我就跑回来就行了 你这不可能 基于先手分断我吧 这个先手分断是太不现实了 所以说黑棋现在是已经完全没 这个后顾无忧啊 白棋的棋行也不是很好 虽然白棋把这个口封住了 但是他的气很紧 这个棋行也是怪异的很 所以说这个黑棋比直接吃掉要好得多 这个结果比直接吃掉要好得多 李世识确实是有他独到之处 他看见了这个 有的时候大家去会形容 会觉得这个很令人很动心的 这个给案板上的这个肉 他不去吃 他去他放着 放着这个给白棋留着 这也是很高明的下发 最后呢白棋他没办法的只有这个 可以说忍痛割肉啊 这样被黑棋吃掉 还是黑棋可以满意的 接下去白棋跳 这时候我们可以给大家判断一下形式 啊就大家就会更清楚一下 现在双方的这个实地上的差距啊 将来这个地方我们说过 这是双方都有吃掉对方的权利 这个不点木 黑棋呢是三木 我们先数黑棋 然后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1 24 25 26 27 28 29 30 啊这个地方应该算是 这两木 应该算是黑棋的 啊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51 52 53 55 55 56 57 黑棋的这一整片有57木 那接下来就是黑棋还有这个地方 还有这个脚 这个脚现在轮黑棋下 实际上黑棋是跳了一个 这跳一个当然非常扎实了 这个跳 这个脚完全实地化了 呃 这个这边还有拆二 这边还可以去 这个去压缩白棋 怎么说也有15木棋吧 那57加15已经72了 72上面我这块还没有点 这块还没有点木 现在黑棋是非常厚的 这都是连着的 所以说黑棋很厚 这个大概有个石木棋总是有的 非我就算监住 这也有个石木棋 所以说八十多木棋 黑棋是比较保守的估计 八十多木棋 那白棋呢 白棋是这个地方石木 我们算它石木吧 它可能石木稍弱一点 11 12 13 14 15 16 11 18 19 20 21 22 23 33 43 43 45 46 47 48 50 这块棋算50木 我觉得已经是差不多了 因为这个地方黑棋 它长先手 这个顶先手 这地方靠一靠 它不说跑出来 攻击白棋就不错了 那我都给你贴着皮 算木 已经是很给白棋面子了 这个地方 刚才我们说 这是加在一块是50木 这两个地方 加在一块是50木 50木加上这个 我们说黑棋已经80多木了 那白棋剩下的只有这个 这个你要是能围出 25木以上 这是不可能的 那现在速度看只有10木棋 可能 有没有都不好说 因为这有一川 这个很讨厌 所以说白棋现在还是大败的一个局面 黑棋排面30木 是不算这块 排面30木 算上这块 大概也就 排面20木 应该是有的 但是轮白棋下 无论如何吧 这个棋 黑棋还是一个大胜的局面 接下来双方 又下了好多手棋 我们继续看一看吧 形式肯定是黑棋大优了 而且这个局面棋盘越来越小 黑棋的这个 可以掌控的这种 这种 就是越来越明显了 这个局面是越来越倾向于黑棋了 白棋拼搏的地方已经很少 先飞这个 飞这个 接下来黑棋 又下了一招 让我们有点吃惊的棋 它居然穿进来了 我们刚说过黑棋优势巨大 几乎是不可动摇的优势 那你这个简单的手手不就可以了吗 但是它就是理事实 它要穿进来 这招棋也是 太厉害了 这招棋 你如果要是爬这个 这样爬过 这样爬过 黑棋它应该不会去吃这个 它就交换两下已经便宜了 这样它可以去捡顶这个 这个白棋是很难抵挡的 我觉得这个地方白棋是有毛病的 它很难抵挡 力它可以靠 靠了之后从这边搬出来 这个局部白棋就已经很难收拾了 总之要是它走着这两下它又可以脱鲜了 这又便宜了 这白棋实在是受不了 所以垂毒它不能忍 冲出来做一下最后的抵抗吧 但是我们刚才说过这个时候黑棋啊 它实际上是心里非常踏实的 它很安全 这个棋 再去冲 黑棋就护 为什么说它很安全呢 你这个是个后手断 你断了之后我就跳出来 我还可以先冲你一下 这个为了保证气 绝对的气长啊 我可以把这两下交换掉 那你就断了白棋的念头了 你不要再想什么给我搞一个接不归之类的 无归不出头之类的 这样的话黑棋就很简明的就连回来 你这个断一个后手死 断在里面后手死 所以说它是完全没有后顾之忧的 它吃的味道非常好 这不仅吃了 而且吃的味道极好 所以它放心大胆的去收拾你 那这个棋白棋 差距就越来越大了 它挡住 这个棋呢 这边又被穿过来了 这个木树上也就更不能熟木了 就是差距很大 黑棋一间 黑间 这个地方就是黑棋的意思是 我这一穿你局部已经连不上了 你要要这四颗棋子 局部就连不上了 这确是有道理的 你看你爬我就冲 你不爬的话 你走什么 反正我这一冲 你这都连不上 所以说这个棋 白棋还是不行 它只要把这个自己 没有这个 它只要把自己安全的联络 那白棋就可以说是 就无疾而终了 你自己就连不上了 人家连上你就死了 所以说它现在也是奋力的去 企图去联络吧 这是最后的一搏 然后铺 这是白棋 它早就想好了 设计好的一个手段 提了 黑棋大吃 白棋把这个拽回来 这个鞋它的意思是什么呢 这个如果你敢提这个 我就冲下来 冲下来之后 我就要把你吃掉 这个是白棋的意图 它不可能是说 这是我跟你转换 你穿我的我穿你的 那这个互相穿 就是一个过家家的游戏了 那这就不是围棋了 这就 这你如果要是 只是想着自己逃跑 那我做活 我立 然后你再回去 那这样的话 白棋就输太多了 这个就不可能是 催着汗下的气 所以说你如果这样的话 它一定是杀你的 爬进去 去这个整体去杀你 虽然说杀掉可能性不大吧 但是它肯定一定会这样拼 但李适时呢 它发现了一个更稳健的 它就把这个挡住 这让你粘上 没关系 粘上我就踏踏实实的粘回去 的确这个下法是更简明啊 这白棋还是不行 白棋实战之后去团 挡住 这个黑棋实在是太简明了 白棋断 这个断是一个陷阱 白棋做的最后的一个努力吧 给黑棋设了一个陷阱 如果拐吃 这样我立 交换两步之后 白棋可以从这儿断 打吃 白棋可以立 你再挡 这样我可以 这两下先手交换之后呢 我可以拐一个 这样拐可以长细 白棋把这个断了 这样举步的话 黑棋就中计了 这个是黑棋气不够的一个棋型 所以说这个白棋断一个 这是可能是他设计好的 这个是最后的一个陷阱 这黑棋如果拐吃的话 黑棋就上当了 这可能就要翻盘了 但李适时呢 他算得更清楚 他就早就想到了你这个下法 其实你这个下法 白棋穿了半天啊 无非也就就把黑棋这两个子吃掉 实际上这样 你也就是吃了十几木棋而已 实木棋稍稍强一点 但这个地方我们刚才点的 白棋可是点的实木多 你实木多转到这儿来了 这个被我一尖 这儿吃死了 不说 刚才黑棋这个地方 我们只点了实木啊 现在可能二十木都不值了 本身这个局部已经二十木都不值了 所以说这个转换来说 白棋还是一个大亏 不是亏一点 这白棋是个大亏 那将来这个地方 黑棋还可以搬出来 就白棋还不是空 这个最起码是打结嘛 所以说这个棋 白棋实战像这样的时候 其实这个棋局已经可以宣告结束了 这个棋 白棋已经没有什么机会再去拼搏了 那接下来呢 双方又下了几十手 白棋还是 翠翠翰还是很顽强啊 他不肯轻易的认输 但实际上这个时候差距已经非常大了 这个刚才盘面二十木左右 现在可能还不值 所以说这个棋也没有什么悬念了 下了这儿呢 这个黑棋还是 这个完全是 后半盘完全是掌握了局面 非常的简明 下的非常的简明 那最后再给大家简单的回顾一下这盘棋 黑棋 李适时 从一开始就下了一步 比较新颖的招法 然后在局部展开了一场激战 那由于白棋的一招不慎啊 一招失误 导致了这局面非常的被动 我用我的感觉就是 亏了两手棋 在一个局部 亏了一手棋肯定是不止的 这个我连花了三手棋去度过 是非常的 被动 这样被黑棋 争得先手在这点 局面是完全掌握在了李适时的手中 接下来的进程 李适时可以说是张翅有度吧 下的非常的 节奏非常的好 让随着汗也是有劲儿没处使 这个有力无处发呀 最后是很遗憾的 也是李适时是很漂亮的 就拿下了本局 好 那今天的对局就给大家讲解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再见